蓝天白云晴空万里,今天是个好天气,可小明的心情却一点也不美丽 眼前的女孩略带嫌弃,又很决决的对小明说,对不起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们只适合当朋友 女孩发完好人卡,果断转身离开,一边走还一边吐槽 这家伙的脸也太吓人了,想泡我,想的美 将一切都听进耳朵里的小明恨得咬牙切实 这女的甚至都不愿多走两步再骂我,我都听到了好吗 真虚伪,我把工资都给你花的时候,你怎么不拒绝我 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女的跟我在一起,就只是把我当成踢款机 服务双至祸不单行,面倒情场失忆的小明 职场也接连受挫,老板下了逐客令 阿明啊,抱歉啊,你另谋高就吧 做我们推销这行,外貌是很重要的 你长这样,把我客户都恶心跑了,这让我很难做呀 理解理解我吧,小明沮丧到了极点 因为这该死的痘痘,工作居然也丢了 没错,小明从青春期开始,脸上的痘痘就没停过 本来长得就不算帅,痘痘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 洗面奶,硫磺灶,针灸,医疗美容,能试的都是了 脸上的痘就是下不去 还有越长越旺之事,别说上学时期,工作后也没正经出过女朋友 遇到的基本都是绿茶,花完小明钱就跑 手都没拉到,小明别提多委屈了 曾经的心酸历历在目,镜子里的自己扭曲痛苦 小明的手伸向痘痘,你说这些麻麻烂烂的东西,能变成钱该多好啊 要是痘痘能变成钱,我绝对是世上最富有的人 小明越说越气,怒骂 混蛋,看我把你们都挤掉,就算脸烂掉,也要跟你们同归一尽 十斤一挤,啪击,一股浓汁喷射而出 而伴随浓汁射出去的,居然还有张五十元钞票和两枚硬币 诶,这怎么回事,小明尖叫起来,不得痘痘,居然挤出钱来了 我没看错吧,尽管小明一百个不相信 但他很清楚,他兜里已经分文不剩 而且这钱呢,确实是跟农一起设出来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钱,真的能用吗 小明跑到楼下超市,买了一兜吃的 收入员收下钱,并没什么异样 你想到这钱是真的,真的可以用 哈哈,发财了,这回是真发财了 这些痘痘就是生前机器 小明跑回家,烧了喷热水 把痘痘烫得胖胖的,烘红的 然后就开始挤起来 仅仅半张脸,就喷出五万多块钱 虽然小明依旧愁,但他这回又钱了呀 出手阔绰的他,很快就交到了女朋友 不管是包包还是金银首饰 女朋友想要啥就买啥 不就是几个痘痘的事吗 看着脸上层出不穷,落落长的痘痘 小明是很有自信 很快他就得到了女友的身体 再次动了情的小明问女友 宝贝,你不嫌弃我满脸痘痘吗 不觉得很难看吗 每每这时女友都会说 傻瓜,我爱的是你的人和灵魂 看来自己连女友的心都得到了 小明很感动 开始拼命挤痘痘给女友花 可慢慢的 小明发现他咧着痘 竟然变小了 最后甚至都不怎么长了 这是啥情况 难道自己挤痘挤得太贫 定嘎巴阻止生长了 还是出厂人士和女友阴阳调和了 激素分泌正常 痘痘不长了 不管啥原因 这可不是好消息 小明第一次不希望脸上的痘痘消失 痘痘少了 钱自然也就少了 万万面养到女友态度 立刻就变了 当街大喊 你没有钱 你早说呀 你不是浪费我时间吗 我要跟你分手 女友怒吼 小明蒙了 你不是说爱我的灵魂吗 女友露出厌恶的表情 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吧 你亲我一口我都得吐半天 还灵魂呢 真恶心 看着女友离弃于时 结绝的背影 小明惊掉下巴 他面养到人居然会这么现实 之前他发自肺腑的表白 居然都是谎言 看来钱也不是万能 他必须得变帅 不然一辈子都找不到真爱 说到变帅 那必须得整容 而整容则需要大量金钱 如今小明脸上的痘痘越来越少 他必须得培育痘痘 才能搞来整容资金 于是好不容易养成规律生活的他 回到了以前破罐子破摔的生活状态 甚至比以前更颓废 他开始疯狂吃地沟油外卖 什么油大吃什么 又开始熬夜打游戏 通宵不睡觉 这回可有理由疯狂熬夜了 最后脸也不洗 头也不梳 一个月都不带洗一回澡的 就这么坚持了三个月 小明又变回了曾经那个油死骂花的油腻男 脸上的痘痘像春笋一样 再次浮现出来 看着镜中自己恶心人的样子 小明别提多开心了 而且这次他并没有着急挤掉痘痘 因为经过这么多次实践 小明发现痘痘越大挤出来的钱就越多 毕竟挤痘痘有点疼 经常挤也难受 趁现在没女朋友 他决定憋个大痘 把这次整容的钱和往后余生的所有开销全都挤出来 干完这片大的后 又有帅气脸蛋又多金 再跟真正爱自己的女人度过余生 那岂不是更加美好 就这样一周后痘痘更大了 准确来说是个脓包了 可小明仍不甘心 他想要更大的兜 这样就能一劳永逸 带着真爱住别墅了 小明继续不洗澡 外加胡诗海河熬夜一个月 脸上的脓包 居然变成一颗肿瘤一样的东西 小明呼吸都有些费劲 吃力的喃喃自语 嘿嘿 这回痘痘够大了 个头比他脑袋都大 碰一下都疼得要命 这要是挤破 得喷多少钱呢 已经做好准备的他掏出剪刀 咔嚓一声 肿瘤爆裂开来 无数张大钞喷涌而出 小明感叹 好多钱呢 可就是抓不到 他越来越晕 眼皮越来越沉 迷迷糊糊摔倒在地 身边都是钱 却抓不到一张 别提多憋屈了 等再次醒来 已是黄昏 打量四周 小明发现他竟然身处医院手术室 医生长舒口气 你呀 终于醒了 你被送过来的时候 脑袋流了好多血 差点休克至死 我帮你消炎止血了 我还发现你皮肤易过敏 脸上爱长痘 联系了医疗美容医生 给你做了个全套脱敏治疗 从今往后 你的脸 不会再长痘痘了 年轻人 不用太感谢我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小明听完 彻底傻掉了 他知道医院 是为了多给他 加几个治疗项目 多挣些钱 可这 不是把自己给坑了吗 不涨豆 他怎么喷钱呢 你凭什么治疗我 谁允许你治疗的 小明吼了起来 哦 对了 你是被你邻居送过来的 所有手术 都是经过他允许的 他人挺好 然后 这个手术费是 小明哪还有闲心 听他废话 推开一声 就夺门而出 他得赶紧赶回家里 当时晕倒后 是邻居救的自己 那他是不是 也看到钱了 他会不会偷走一些呢 不会都给我偷了吧 小明心里盘算着 越想越害怕 火急火燎赶回家 一把推开房门 一落落红色钞票 堆积在房间中央 哈哈 都还在 小明兴奋的尖叫起来 有了这些钱 就算不再涨豆豆 也足够他正容 家无忧无虑过完下辈子了 我还是人生赢家 哈哈哈哈 小明拿起一摞钱 细细把玩 待看清钞票上的面额 笑声却停止了 人也傻掉了 这钱的面额 怎么会是十亿元呢 原来呀 由于小明脸上的笼包 憋得实在太大 从里面喷出来的钱 自然就比以前 多了不知多少倍 就连钞票面额 也成几何倍数增长 这些钱 确实是真的 只不过 归天地银行管了